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女心理师还在热播猎毒还没杀青,杨子下部戏就已定下。 因为原著的关系,大家前期对杨子主演的《女心理师》这部剧非常看好, 觉得这会成为杨子的又一部爆款代表作, 谁知电视剧上线后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而且争议不断, 同期还跟很多大剧对打,其中就包括黄轩、宋熙、王一博主演的《风起洛阳》, 这部剧开播后也伴随着不少争议和质疑,但评分却很高, 也让人再次get到了黄轩的演技。 因为原著的关系,大家前期对杨子主演的《女心理师》这部剧非常看好, 觉得这会成为杨子的又一部爆款代表作, 谁知电视剧上线后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而且争议不断, 同期还跟很多大剧对打,其中就包括黄轩、宋熙、 王一博主演的《风起洛阳》, 这部剧开播后也伴随着不少争议和质疑, 但评分却很高,也让人再次get到了黄轩的演技。 《苍穹之北》是一部主旋律题材的作品, 也是中国航天联合广电打造的重点项目, 制作班底很强,导演是指导过大江大河的黄伟, 编剧是穿过寒冬拥抱你的好哲, 对于任何一个演员来说, 这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好资源, 而且这是一部上兴剧, 航天题材的作品在国内也并不多见。 11月份的时候就有人透露过, 这部剧将由非典型中生加一线九十花主演, 现在网传的阵容就是黄轩加杨子, 从《备案》中看, 这部剧的主要角色有三个, 其中天才程序员夏飞雪这个角色还蛮适合杨子的。 杨子这几年的资源也特别好, 和诚意拍完仙侠剧《沉香如谢》之后, 他又进组和王千元合作主演了电影《猎毒》, 这也是杨子首次出演《缉毒女警》的角色, 而且主演几乎都饰演技派, 除了王千元, 还有刘敏涛, 尚雨贤, 李九霄等。 为了拍这部电影, 杨子还提前一个多星期进组做体能训练, 也去学习过相关知识, 而这部电影上个月中旬才开机《苍穹之北》将于明年1月开机, 时间上可能会有点赶。 杨子现在合作的男演员和接的作品也都比较正一点, 再加上他快30岁了, 他接女心里是很多人就觉得是为了转型, 但杨子在采访中回应过, 他并没有想过转型这个问题, 而是到了什么年纪就演什么类型的作品, 但他想要扩张自己的舒适圈, 所以并不仅限于接一些古偶, 情感题材的作品。 而且杨子本身就是轻衣转花旦, 他以前就主演过《战长沙大央歌》等正剧作品, 后面因为事业陷入低谷, 才走起了流量路线, 他的戏路很宽, 既演得了古偶, 又能演生活剧, 也在正剧圈里打滚过, 他是90后小花里, 大家最看好未来能够转型成功的。 黄轩出道以来接的也大多都是正剧题材的作品, 而且和正午阳光合作过很多次, 年初他主演的电视剧《山海情》就大受欢迎, 评分高达9.3, 黄轩在这部剧中的演技也相当能打, 而且他在今年的国庆当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之师》单元中 就演过一位航天工作者, 有过一些表演经验, 他街拍《苍穹之北》这部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黄轩现在也和白百合在合作拍摄正午的新剧《我的超级英雄》, 这部剧在八月底开机了, 正午家全员演技派阵容, 黄轩又一部高口碑加作预定。 在《85后小生》中, 黄轩的资源也一直很强, 合作的都是顶级的导演、制作团队, 所以一直被称为资源咖, 但他的演技确实比很多85后同龄小生都好, 所以证据的资源都在向他倾斜。 而杨子和黄轩虽然之前有过接触, 但还没有真正合作过, 还是蛮期待他们能够接演《苍穹之北》这部剧的, 但这种专业性太强的作品拍摄起来难度太大, 观众很难带入进去, 而拍得好的话, 也有望成为下一部山海情大江大河, 对杨子未来的事业发展也会很有利, 能够接到这种主旋律题材的作品, 本身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认可, 至于这部剧的男女主到底是不是杨子和黄轩, 就等剧组官宣揭晓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